怀上天王碧的黎明嫂阿温成功帮妈妈从公屋搬进五千万独立屋。网民,生女儿就要生这样的。 自从阿温成功怀佑黎明种后,就被拍到大着肚子驾着Lin名下的私家车,出入上水双鱼和价值六千万ST。Andros Place的豪宅自出自入。 Lin还大放在脸书上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精手人,并表示会保护好阿温,不让他曝光。 拼租币王凯文柱。 Lin一项投资砖头有道,早年已买下不少物业,之前就有报道指台在上水有两栋价值于一元的豪宅,均有此党兼助手自全持有。 而Lin一项重情义,尤其对身边工作伙伴一直照顾有家间豪爽对待,据指其中一间市值近五千万的玉林皇甫独立屋,曾以市价一城的租金,租与旗下Amusic的高层王凯文,面对方经常要到访他家中开会太夜而周车劳顿,所以Lin绝对是个扩处老板。 为年处王凯文离之后,豪宅人去楼空,有知情者称以怀有天王逼的Win,对这间豪宅大表兴趣,因两间豪宅相聚的车程不用五分钟,加上距离预产期不足三个月,有意安排居住蓝田窝屋的母亲进住,变成另一行工方便照顾Win。 Lin对Win藤麦有加,将当年给前妻乐基尔的纪念车牌R-EVA一转赠Win使用。 离泰麦买菲毛脱手 至于Win今次母屏逼贵成功入宫,过去她的恋事亦不断浮面,先后游离止停,车航副二代赵伟游,Vincent。 但有传Win和Lin早于2016年在中环发生帐篷事件演唱会时,两人已经踏着,并非去年才开始拍拖。 当时不少人知道Win在Lin身边工作,托他买Lin演唱会飞,他定必有求必应,信心十足化时买到,有口狠有便讲笑叫他做厉害。 当时Win表现瘦弱,原来早有原因已成天王的宠儿。 很多人都奇怪为何一个素人能攻陷天王心,最大原因是Lin于2012年娱乐基尔离婚后一直单身,加上父亲离世,变成Lonely Guy。 另外,当时王凯文带着下属Win不时到Lin家中做客间开会,很多时深夜才离开,Win的体贴细心正好卫及了Lin寂寞的心。